下面我们要去做一个故事列表页面 我们可以先去预览一下做好之后的这个样子 这里呢我还是在真正的手机上面去测试一下 点一下开发手工具上面的预览 然后打开手机上面的微信 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那么现在你看到的就是一个故事列表页面 每一个列表的项目的上面都有一个图片 按一下这个图片可以播放一个视频 再按一下其他项目上面的这个图片 同样的会播放视频 同时呢之前播放的那个视频会停止播放 并且会显示出最开始的那个封面图片 按一下项目上面的这个文字内容 会打开一个详情页面 在这个页面上呢我们也可以去播放这个页面上的视频 每次我听到这个文字的文字 我感觉到一个热烈的热烈 是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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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